今天我特意为大家请了一位音乐才子 和大家一起分享古典音乐 大家欢迎 好帅啊 他是谁啊 怎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呀 真的好帅啊 简直就是行走的雕塑 这位是我们本城的杰出校友 同时也在丽兹大学商学院 攻读博士学位 当然他在本城读书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位音乐才子了 天哪 我居然把他当作流浪艺人 张静美 你这什么眼神啊 同学们好 我是龙海依 这次回到本城 其实本来是为了帮助学校编准校时的 可是没想到 突然被老师请过来做音乐分享 其实说到古典音乐 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应该很喜欢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也希望能和大家 能有一个美好的古典音乐之旅 其实提到古典音乐 就像墙上的这些人物 大家应该耳熟能详 但是接下来 希望我弹的这首曲子 大家能够猜一下 他究竟是谁的 他是又晒又有风度 君彩 你他刚刚对我笑了 你全笑都知道龙日姨摸过我的脸 我这样会很难选的 怎么办呀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呢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佛罗伦萨地区的音乐风格 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位同学 等一下 这样 下次有时间 我再跟大家一一解答 今天就先到这儿了 好吧 真是没想到 能从这儿碰到你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 你竟然是本城的杰叔校友 还以为 还以为什么 还以为你是流浪艺术家 那天还给你钱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不过我一直也没找到 合适的机会去跟你解释一下 这话又说回来了 你下次再听歌的时候 不会不给我钱了吧 那 下次吃大排档 你买单 嗯 没问题 对了 对了 你在国外读的是商学院 为什么你对古典音乐这么有研究啊 读商科呢 是我父母的心愿 我自己呢 对于古典音乐 是非常的喜欢 所以这次回到学校 是为了做论文的准备 顺便帮学校编写一下校室 可是没想到 今天那么突然的 被抓过来做音乐分享 我怎么就会把你当做流浪艺人呢 是啊 你说我看起来 有那么落魄 好了 那就正式的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张静美 哦 你好 龙海一 你好 你呢 离我女朋友远点 谁是你女朋友了 小日 我回来有几天了 怎么没在家看到你啊 因为我不想见到你 你们 认识啊 认识 不认识 喂 小日 今天晚上 我们一起回家好吗 我跟你熟吗 老人爷 你干嘛呀 哎 老人爷 你干嘛呀 喂 张静美 干嘛 把这个毒了 读完这篇 你就可以回家了 这样就变了 好吧 哎呀我知道了 你说的 哎 兰博基尼宽体套件 给兰博基尼一个 立即可识别的外观 因为其经典的喇叭型 防护板设计 与暴露的螺霜孔 在外延伸 强调意大利公牛的力量 当然客户还可以选择两个扰流板 以添加压力 哎 哎 她怎么来了 金美 金淳熙 你怎么来了 你发的照片有定位啊 是啊 她怎么又来了 我有很重要的消息 要当面和你分享 是什么 我设计的作品 获奖了国际大奖 真的吗 一等奖 哇太好了 恭喜你 收起你脸上的笑容 别忘了 我是你的主人 她得奖跟你有什么关系 还有你 既然到过毕业了 慢走不错 别理她 我们去看烧烤 我来 烤得怎么样 还好我们来吧 我们来吧 你们休息一下 哦 老大 过来 过来一下 老大 他 她怎么来了 老大 需要我们 做点什么呢 不用 我自己玩 老大 语儿姐电话 喂 鱼儿姐 好 好 我现在马上过去 好 龙儿姨她去干嘛了 从来没见到她这么着急过 鱼儿姐来的 她当然着急了 鱼儿姐 鱼儿姐无论气质和美貌 我相信任何人都无法评评 而且还很端庄 白鱼儿是小日小时候的女神 小日在小的时候 只要她不开心的话 有白鱼儿哄着她 她就会非常开心 好大的醋味啊 你吃醋了 我怎么可能吃她的醋啊 我讨厌她都来不及 只不过 她就这么突然地就走掉了 招呼都不打一声 没礼貌 如果你真的讨厌她的话 她如果逃跑了 你应该高兴才对 怎么会生气呢 我 好了 别狡辩了 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你了 张静美 你喜欢上她了 啊 你怎么了 啊 没什么 那我们继续烧烤吧 来 换你